这一盆金边瑞香和这一盆桂花已经缓了很久了 现在就把它们搬出去正常养货 我暂时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到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虽然这个金边瑞香它是洗半淫的 但是在它的这个花期 也就是这个冬天和春天的时候 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这样的话它开的这个花会更香更大 这个叶子也会更绿 那么其他的季节的话 就要把它搬到这个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去养 所以我才会说是暂时放在这里养 那这个夏天和秋天要放在什么地方养呢 就要把它放在有明亮反射光的地方 而且这个通风还要好 如果你是在家里养的话 建议你可以放在这个客厅靠南向阳台 或者是南向阳台的墙角跟来养会比较的合适 我就把它放在这一个地方养 这个四季柜它洗光变得耐阴 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晒到太阳 但是晒的时间不久 一两个小时左右 但是其他时间的光线也非常的强 可以满足这个四季柜的生长和开花 另外这个四季柜它是比较耐寒的 在我们南方地区的话 冬天在室外过冬完全是可以的 如果是北方的话冬天最好就搬到室内去的 但是在夏天的话 就要想办法给它接应太热的话 还要考虑给它换一个位置 这一盆四季柜从上盆到现在都没有给它浇过水 大家看它的这个叶子都有点粘了 这就说明它缺水了 得赶紧给它浇 这一次水一定要给它浇透